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7号发推文说 本周四驻北京大使馆举办因疫情 而延期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 中共政府企图骚扰 阻止某些受邀宾客出席 我们支持美中人文交流和接触 中共政府也应该这样 伯恩斯没有具体指明哪些宾客被中共阻挠 北京人权律师王全璋与妻子李文足 15日下午在北京亮马桥地铁站 遭大约30名警察及便衣围堵 亮马桥地铁站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 不过不清楚两人是否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邀请的宾客 也不清楚他们被围堵是否与此有关 王全璋当天稍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 他与妻子已平安返家 因17号是美国宪法日 当地公安国保提前对维稳人士实施维稳 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